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款 棚內婷的MASA的MX5 子婷先上駕駛座喔 這一款呢 小跑車而且它是敞篷的 讓兩位女士坐在裡面 天啊 這個畫面真的是絕美啊 冠儀我真的覺得兩位美女 坐在這一台敞篷車裡面 好像比我開還要帥 答對了百分之百正確 而且很像那個Sex in the city 就覺得整個城市都亮了起來喔 那當然首先我想要先問問兩位美女喔 你們以前有駕駛過敞篷車 或是乘坐過敞篷車的經驗嗎 有的跟我舉個手 沒有 蛤 有坐過 沒有坐過敞篷車 那妳坐敞篷車妳覺得敞篷車好嗎 不行 為什麼啊 很想叫她把這個關起來 關起來 為什麼妳是覺得 因為好不容易 就是一整天都很漂亮 然後她覺得我都一直風吹 她怕頭髮亂掉 還有上下車妳覺得方便嗎 像子晴妳剛才上車 妳有沒有覺得有點困難 稍微有高低差 需要非常的蹲低 非常地蹲低喔 對不好近 如果穿高跟鞋的話 其實會嚇到 比較容易嚇到靜坐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有跌坐進去的尷尬感 所以女生不喜歡坐超跑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是覺得真的是會摔進去喔 其實我想要跟那個優寶講一下 現在新世代的敞篷車 其實都非常厲害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你們這兩側 你們這個中間的後面這裡啊 有一塊網子有沒有 回風網 這個叫做回風網的設計 也就是說 以前我們坐敞篷車 那個風好像會這樣 倒灌的一種感覺 然後頭髮就是往上前 頭髮會吹到前面都蓋在臉上了 現在有這個新式的回風網式的設計呢 其實就不會避免這個回風 把這個頭髮往前吹的一個設計啦 所以其實你還是可以有機會 再嘗試看看乘坐一下新世代的敞篷 或許有機會我等一下開這台車 帶妳出去溜一點 那不過 那個兩位有沒有發覺 這台車是手排檔的設定 有 還蠻特別的 因為這台車其實是 Mazda的100週年 Mazda的一個紀念款的車型啦 那你看 它的內裝的部分呢 你有沒有發覺 基本上你已經坐在靠近 後輪的位置囉 有 對不對 你坐在靠近後輪的位置 也就是說這台車開起來的時候 它一樣是一個長車頭的設計 但是基本上你們乘坐的坐著點 已經接近後軸的位置 所以在開起來的時候 如果說這個駕駛技術好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人都是這樣子移動的 人是這樣子移動的 因為它在中心軸嘛 在中心軸 所以在乘坐感受 以及在駕駛的感受上面 都會有非常不一樣的體會啦 我之前沒有覺得這台車大耶 可是你看U寶 它整個坐姿 它的腿非常的長喔 還可以伸直 在前面它已經整個是直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真的 其實坐跑車 坐在裡面是舒服 但是比較有困難 只是上下車的那個順序啦 所以你看 這個車的設計其實也相當的特別啦 那它的這個 一樣有中央的螢幕 然後你們會發覺它幾乎 包含它的儀表 它的冷氣出風火 它的空調旋鈕 都算是所謂圓的一個設計對不對 那當然這種很像賽車儀表式的這種 雙環三環 甚至多環式的設計 可以帶給你比較強烈的一個運動感受 那你們現在坐的這一張椅子啊 其實也蠻特別的 第一個它的顏色呢 是一個紅色的設計 而且這台車你有沒有發覺 你如果在椅子的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BOSS的標籤 其實這裡有音響的設計 喔 真的 對 讓你們在開一棚的時候 還是可以聽到非常清晰的一個 這個表現良好的一個音樂 而不會只聽到風聲呼呼呼的聲音啦 那當然這台車最怕什麼 下雨 對 是不是 下雨怎麼辦 下雨怎麼辦 這台車算是比較輕微的一個設計 它是一個手動關棚的設計 那在兩位的中間這邊有一個 快速的把手 我們只要把這把手拉起來 這個棚有沒有看到 已經就掀過來了 那這個時候關棚其實非常的方便 對不對 如果要隱私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棚給關起來 關棚開棚都非常的方便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請兩位美女下車 來欣賞一下 這台車關棚時候的一個這個 造型的設計 你有沒有發覺它的車棚的顏色也是 這個豬肝紅色的設計 很有設計 對 也是豬肝紅的設計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覺這樣的一輛車子 充滿了不同的變化 當然它是兩人做的一個親密空間 它也有了敞篷的一個設計 然後快速的開關棚 再加上顏色的配置上面 都帶給你特別的一個這個感受 最重要一點其實它算是一個非常 容易練習駕駛技術的一個算是 入門等級的小跑車 我們剛剛講 長車頭短車尾的設計 人的駕駛位置基本上已經接近後軸了 所以它的車身重心的移轉是非常便利 尤其是這台車如果上山想要小跑跑 練習一下操駕技術的話 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工具 如果是男生開這樣的車來載你們的話 你們認為可以嗎 優寶妳覺得可以嗎 我覺得可能棚不能開 為什麼妳覺得丟臉喔 還是會塞到太陽 會塞到太陽 這是優寶妳的考量 那 子婷呢 真的不喜歡風吹雨打的感覺 真的 所以如果把棚關起來的話 那開著還跑車 妳覺得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跑一下的 那就不要買敞篷了啦 可是我覺得很好啊 比如說妳到比較戶外的時候 把敞篷打開 可是我在城市裡面 或者是太陽太大的時候 把它關起來就好啦 而且加上它的價格又非常的親民 的確是 我覺得這款車的確是 可以擄獲女生的放心 但是我們剛才就有看到 艾達妳剛剛介紹的那個 英國的排行棒 這些交流網上配對成功的 其實有一些車款是比較親民的 我們就請智希帶大家來看看 其實剛剛那個榜單 我覺得後面幾款車好像 關注度沒有那麼高啦 我覺得妳真的說是 男生就是會很吸引女性的車款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準 應該是說女性自己會買的車 對對對 我覺得應該是女生自己會想要開的 那可能看到男生開就覺得 欸 那是不是借我開 同號之類的 如果有這個配對成功的話 你可能車可以變成我的 那第一台是福斯的Polo 我覺得福斯這個品牌呢 其實不管歐洲或是在台灣 都算是 可能 我這樣講有點不太好 但我覺得對於車沒有那麼深入了解的朋友們來說 應該是品牌形象是還不錯的 就你可能不知道那麼樣多的品牌 但你至少知道福斯算是一個德國製造的啦 然後它是算很知名的歐洲的車廠 那Polo算是它旗下比較小比較入門的一個車款 所以其實也非常多的女性駕駛 沒錯 在台灣也是 NQB A0這個平台 平台包含像奧迪的A1啦 就是差不多尺碼 同機團的幾款車 其實都是女生會很喜歡的 那我覺得因為它的造型 其實你相較很多的國產小車 像我們看到其他款什麼Fiesta Yaris 它比較精緻有質感一點點啦 坦白說我覺得是這樣子 它包含像什麼LED的燈具啦 然後一些鍍鉻啦 鋼琴烤漆的裝飾的造型 其實都讓它的整體的感受 比較像有一點點豪華品牌的感覺 那講到豪華品牌 我覺得Mini應該就是女生的首選 就是很時尚 然後又有那種精品的感覺 雖然一樣的價錢你買它 就是配備不是很好 然後車子又比較舒適性沒那麼高 可是它就是有一種魔力 就很像你挑那種精品的時候 它的功能性就不是那麼的強 可是你就會覺得它很迷人 然後有它的一個魅力在 我覺得這兩款車 也是很適合女性駕駛啦 因為畢竟它操作起來很好開 然後看上去樣子又不會很呆板 滿時尚啦 小巧可愛的 我覺得都是算 我覺得不會是男生喜歡開啦 一定是女生看到會覺得 哪有很多男生也會開Mini耶 我覺得相較起來 就我這種臭直男感覺起來 我就覺得應該是 女生會比較喜歡的那種樣子 對啦比例上來說啦 除了志祺帶來這兩款車 其實還有三款更親民的這種小車 像是福特的Fiesta啦 Nissan的March啦 以及Toyota的Yaris 但是其實有幾款車 是已經可能買不到了對不對 其實畢竟我們在這裡猜 也猜不出來女生到底在想什麼 畢竟這只是英國網站的一個實驗 那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提到更親民的 例如說福特的Fiesta啦 Nissan的March啦 以及這個Toyota的Yaris 那Yaris在這一份 配對率比例最高的這個榜單裡面 前15名它是淨賠莫座 那當然雖然不能講說它是最後一名 因為還有其他更多的車子 是連機會都沒有的 連50以下都沒有 對 連機會都沒有的 那當然我們會以男生的角度來看這三輛車 我們會覺得它是屬於 比較務實的一個選擇 那甚至我自己的推測是就是說 女生看到男生開這樣的車 會不會覺得這個男生呢 不會這麼的浮誇 例如說你開一台MS Fly啦 這種敞篷的小跑車 剛剛兩位美女也說了 進出不方便 拜託千萬不要把篷打開 所以他寧可可能會去選擇 做一輛這種比較務實的車輛 並不是一個所謂的浮誇的男性 覺得可靠度 是比較容易增加的一個選項 當然這是我 只是我個人的猜測 不過現在這幾款車呢 目前在台灣大概也 你也只能買到那個 Toyota的Yaris 包含Nissan的這個March 福特的Fiesta 目前現在也都買不到了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你看喔 在歐洲裡面就會評選出 這麼樣多款的先輩小車 這個跟使用的一些習慣 跟民俗風情來說 還是比較不同 像關於我們兩個 曾經去英國試車嘛 事實上我們在英國的道路上 不管是市區 不管是鄉間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什麼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先輩車 還有還有還有 我還是必須要替這個 敞篷車做一下平板 我們看到超多的敞篷車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敞篷車的天下 就在歐洲啊 對 因為他們很 即使天天下雨 他們就覺得 他們還是要敞篷 買敞篷車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珍惜那個 陽光露出的機會 所以如果他開的是敞篷車 只要太陽一出來 馬上砰就把棚打開 我要享受陽光的 這樣子一個感覺 這是民俗風情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看這些千輩小車 都會進入這個 這一份榜單裡面 但是如果我覺得 這份榜單到了台灣裡面 大概就是從賓士從頭排到尾 這樣子的概念 真的是這樣嗎 剛才我們看到這幾款車啊 我們就要來問問兩位女生喔 撇除現在買不到的 Nissan的March 跟福特的Fiesta 這三款車 優寶你會覺得 你自己比較尬哪一台 我喜歡福斯的Polo 福斯的Polo 那如果有男生開這台車 來追求你 你自己喜歡跟男生追求你的車 她已經會說還是我帶她好了 對 不一樣喔 還是覺得太小台了 還是覺得太小台啊 還是覺得太小台啊 所以車格的大小 男生要開大車來追求 比較容易成功 可是自己可以開 比較小台的車 你的理論是這樣 她就是需要一個客運司機嗎 沒有啦 畢竟身形比較大啊 那你就要做一個比較舒服的啊 總不會就要把它塞在那個 可是你又喜歡Polo 因為這幾款的話 外型 我不喜歡Mini Cooper 我覺得太可愛了 她很有個性耶 可是我不喜歡圓圓的 對 我還是會選那種 像比較帥一點的車 就比較男子漢的感覺 對 就是她覺得Polo 比較有男子漢的氣概 那可是子婷呢 我剛好喜歡比較可愛 圓潤型的車 像Mini Cooper這樣子 像Mini Cooper 對 如果扣除空間的話 我自己如果想要自己開車出去玩 我會喜歡開Mini Cooper 因為它其實蠻多塗裝的 再加上它其實蠻好操作 如果我自己要選的話 我會選Mini Cooper 可是 其實Mini Cooper它的空間 如果你要到 你可以選那個五門的 就是Clubman 它就空間就非常大 可以說它是休旅車的空間了